今天比赛 你觉得这么大的比分主要原因是什么 首先大家看到前面确实比较费的 我只能说目前来说 通常肯定有一定的意外因素 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实力问题 确实存在这样的差距 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正确面对这个问题 确实存在的差距 确实目前主要队就是这个水平 包括之前大家也希望和主要队的比赛 希望更多的变化 希望更多的人员上场 所以说在这方面主要练缺制 确要困难 然后也做了很大的调整 我是希望 其实在一方面也是希望去满足媒体也好 或者大家的一种愿望也好 希望一些吸引人 希望一些年轻队员得到这种 国家队比赛的机会 所以说今天比赛出现一些问题 我觉得是正常的 因为难免年轻队员得到 大家生活队员不熟悉 会出现这种太能量的失误 我觉得是正常面对的 你刚才说到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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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